哎呀 真是非常的高兴 能够来到新加坡这儿表演 对了 你看到这样美丽的花园城市啊 心情格外地轻松愉快 对的 尤其是我啊 能再跟您一同站在台上 那心情是更好 哎呀 真是不敢当啊 什么叫不敢当 您不知道啊 以前我们两个一起搭档演出很多年了 不过最近一年多都没看见你了 怎么回事啊 为了生活呀 去演戏去了 赚点生活费去了 这可以 不过老实说啊 一年多没看见你啊 我还怪想你的 我说各位观众 您千万别误会 我跟这胖小子没那层关系 挺想过呀 什么关系 你说到哪儿去了 没事想我干什么 我们合作这么久了 我不能想念想念你吗 哦哦 你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单纯的思念 不必怀疑 我真的想你 哦 真想我 真想你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的呀 我想你想的 哎 怎么样 都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都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他都想想我啊 啊 哎 相声演员 开个玩笑逗大家乐一下嘛 哦 搞了半天相声演员嘛 不就表演相声吗 啊 相声演员平常都说些什么呀 说什么呀 啊 像刚刚说个小笑话啊 啊 说点小故事啊 哎 哎 没事什么绕口令啊 哦 数来宝啊 偶尔猜猜谜谜语啊 你要有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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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你等一下 干什么 你们这相声演员还会猜灯迷 嘿 外行 哦 猜谜在咱们相声里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 是啊 此期间在所有演员当中 哦 尤其是我呀 怎么样 对猜谜特别有研究 哦 哦 这新加坡的朋友 对我可能不太熟悉 啊 有机会到台北 怎么样 咋听咋听 嗯 问问有一个叫做 灯迷王子的 那就是我了 哦 原来那个灯迷王子 他就是你啊 就是我 哈哈 不认识 哎呀 啊 哈哈 不认识你乐什么呀 不是 我的意思啊 咱们两个可以握握手 哦 哦 你也灯迷王子 我是灯迷国王啊 这 哈哈哈哈 哎 我王子 哎 你国王 对了对了 占我便宜啊 什么叫占你便宜啊 啊 打灯迷 我是专业 你 靠边蹭游吧 哈哈 哎 这人讲话怎么口气这么大呀 嗯 好好好 猜迷你很行 那当然 我又对你不服气 对了 就像这样 嗯 咱们不小心在这碰上了 嗯 敢不敢跟我来回比赛啊 哎呀 你尽管放马过来吧 好 嗯 待会你出题我猜 嗯 我出题你猜 嗯 要是猜不出来就算输了 那应该的呀 不过既然是比赛 哎 该有点彩头 也应该 这彩头也不必大了 嗯 干脆 假设啊 哎哎 待会你出的题目 我要没猜上来的话 怎么办 也完了 嗯 我请你吃宵夜 哦 我出谜语 你猜不上来 待会你请我吃宵夜 对了 哎 好吧 为了公平起见呐 要是你出一个谜题 我猜不出来的话 怎么样 今天晚上那顿宵夜就全归你好了 好 哎 甭比了 我直接请你吃好不好 那咱们走吧 走 走哪儿去 嗯 像话嘛 干什么 你要猜不上来 你请客啊 那我不可能猜不上来啊 咱们谁也别抬杠 嗯 反正输的请客 可以吧 那好好好 哎 这么办吧 啊 因为你是王子 我是国王嘛 就你先出题吧 怎么听怎么别扭 啊 好 我先出题 嗯 我这人说他挺厉害 嗯 我不能轻视他 嗯 这题不容易 是啊 听着啊 千里随身不练家 嗯 不贪酒饭不贪茶 哎 我说郭先生 你等一等 怎么了 不是我告诉你啊 新加坡这儿观众水准非常高 嗯 你那个水准低的题目 千万不要出啊 哎 我早就知道了 我是有备而来啊 好好好 没那层顾虑啊 好好好 听着 嗯 千里随身不练家 不贪酒饭 哎 不是我说郭先生 哎呦 怎么了 水准高跟水准高 嗯 可是那种偏僻的四书五经那种题目啊 你最好也甭出 你帮个忙我都看不懂我出什么呀 哎呦 把握原则啊 没那个 放心 啊 啊 千里随身不练家 哎 不是我郭先生 你别看今儿小朋友来的特别多啊 你出那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呢 嗨 那种题目上不了台面的 那个不叫谜题 哎 听我这个 好好好把握原则啊 千里随身 哎 我说郭先生 让我说 让我说啊 对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呀 我说就提醒提醒你吧 你也提醒太多了吧 啊 我出题您别说话呢 您让我把题目说完行不行啊 哎好好好你出题吧 真是 千里随身不练家 不贪酒饭不贪茶 水火到墙都不怕 日落西山不见他 屁 哎呦 我说刘先生 干什么 我这批本来就不容易 是啊 你要答不上来 我也不会笑话你 哦 顶多请我吃两个大虾 就算你请过客了 是吗 为什么一着急之下 啊 口出会言呢 哎 我什么叫口出会言呢 这字难听啊 哎是我愿意说这个字吗 啊 要不是你出那种烂题目 我肯说这个字啊 哎 什么题目嘛 问等会 啊 你说这个屁是 是答案 那 那这题答案怎么会是个屁呢 那当然是个屁啊 你等会等会 啊 你得说的上来才算是个答案啊 哎呀 句句合情合理 我问你啊 千里随身不练家 你给我解释解释 哎呀 千里随身嘛 啊 就是说不管你走多远 哦 他那个屁呢老跟着你 咋 哎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呢 走到哪都放屁 哎 哎 我是放屁虫啊 哎 这个不练家嘛是不是 嗯 就是说你不想家 是啊 啊 人要想家的 对 那屁哪能想家呢 哎 对不对 比方说了 你大老远 嗯 从台湾呢 跑到这个新加坡来 哦 来表演啊 哎 站在这舞台上 你一紧张一哆嗦呀 哎 呸 就放了个屁 嗨 那屁啊 是晃晃悠悠飘飘飘悠飘 飘洋过海 就到了你的台湾的家门口 啊 你妈呢 正在那厨房炒菜呢 哦 哎 一听到门口的电铃声啊 叮咚 哎呦 谁回来了 是我 哦 屁回来了 哎 有你这么说的吗 哎呀 这就是天理随身不练家嘛 是不是 行行行 啊 那不贪酒饭 不贪茶呢 哎呀 那就更对了 人 他是要吃要喝的 对 屁呢 他是不用吃也不用喝 是 哎呀 这么说吧 嗯 你们家有几口人吗 四口啊 那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六万多新台币啊 哎呀 够紧的呀 算计这过呀 你说吧 要是你们家这四口人 每天他每人放仨想屁 哦 这屁他也要吃要喝 你养得起呀 哦 哈哈 这我养不起 是不是 俗话说得好了 啊 有为家所累 你听过为屁所累的 没屁说过 那就对了 哈哈 哈哈 那水火刀枪都不怕了 那还是了 嗯 那人是怕刀怕枪的 对 这屁啊 他是水焦火烧 枪扎刀改 那什么都不怕嘛 这也说得过去 哎 那我就问你 嗯 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这日落西山呢 他这个 哎呀 这干嘛日落西山呢 怎么样 你甭管什么时候 哦 你都瞧不见他 哦 哦 有所谓的听其声闻其味 而不见其行 此乃 屁也 哈哈哈哈 对了 屁屁屁 哈哈 没错 这都能拽文啊 哎呀 什么叫拽文啊 啊 我答上来了 答上来了 哎 哈哈 还得意呢 哎 答上来有什么用啊 这答案不对 不对 错了 错了你都得请我吃饭 哎 你讲不讲理啊 哎 答错了我凭什么请你吃饭呢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商谜啊 我知道呀 啊 啊 以前苏东坡跟佛义和尚常常玩的一个游戏 嗯 意思就是说啊 嗯 出了一个谜题 哎 我们两个人答案不一样啊 怎么办呢 嗯 得经过评比讨论呢 嗯 来决定一个比较合理比较窃题的答案 以后呢 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这个了 哎 你说这么啰嗦 我简单的给你举个例子吧 实际例子我们听听看 啊 比方说呢 啊 你呢出了一个谜题 对 这谜题扣的是这个《红龙梦》里面的黛玉 林黛玉 那可是我一猜呢 不是黛玉 谁啊 是宝钗 我成了薛宝钗了 那你就说你那黛玉怎么合理 我就说我这宝钗怎么窃题 当然了 经过咱们两个一讨论 大伙一评判 证明了我这宝钗比你这黛玉合理 哦 从此呢 这谜题啊 就不是黛玉了 成了宝钗了 哎 对了 哎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还有例子 哎 比方说你出了一个谜题 嗯 它这谜题呢扣的是你这个嘴 这嘴是答案 可是我一猜啊 它不是嘴 什么 它是马桶 对 马桶 哎 你呢 就说你那嘴怎么合理啊 我就说那个马桶怎么窃题 哦 那经过咱们两个一讨论 大伙一评判呢 证明呢 我这个马桶确实比你这个嘴合理啊 从此呢 你这个嘴 它就不叫嘴了 对 叫马桶 哎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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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没错 马桶 哎 哎 你举再多例子也挽救不了你的命运 哦 刚刚那一题啊 嗯 你没答上来 你输了 哈哈哈哈 我输了 输了 哎 好吧好吧 既然我是国王嘛 那我就算认输好了 你你认输 啊 嘿嘿 你就这样就认输了 不过我还得出个题吧 你等会吧 嗯 你都不想知道你到底输在哪吗 哦 哦 对了对了 你还得说出你的标准答案是不是 嘿嘿 我让我教教你 哎 你这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 哎 这答案子 嗯 人影 这 人影 人的影子 嘿嘿嘿 人的影子 对了 你这能解释吗 哎呦 句句何行何理 句句何行何理 当然了 那那咱们来说说 这个千里随身不练家 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 嗯 人影奔就跟着你了 哦 你这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走一千里跟一千里啊 不练家的影子根本没思想 他能想家吗 千里随身不练家 这么说的 每天一大早 这太阳一出来 这人影奔就跟着你了 我就跟着了吧 哎呀 那要是 那是阴天呢 哎 阴天 啊 阴天不算 那 他还有什么不算的 当然了 我那个屁啊 不管刮风下雨 他都算 怎么说啊 别提那屁行不行啊 啊 这你师父 哎 好了 好了 就算你说上好了 说上来了 啊 这不摊酒饭不摊茶呢 更对了 嗯 人要吃要喝啊 对 影子不用吃喝啊 嗯 哪天你走进去餐厅 嗯 老板 给我来个海南鸡饭 嗯 我那影子想吃个牛肉面 怎么样 这不像话 没这么叫的吧 哎 没这么说的 啊 就算你说上来了 嗯 水火刀枪都不怕呢 更对了 嗯 我给你刀怕不怕 那当然怕 给你枪怕不怕 哎呦 那更怕 现在我对你的影子是又砍又踹 有没有感觉啊 那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不怕嘛 啊 好吧 那最后这一句 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嘿嘿 小子 啊 我赢你就赢的这一句了 哼哼 一到傍晚时分 太阳一下山人影 奔他没了 日落西山就不见他了 哦 一到傍晚时分 这太阳一下山人影奔就没了 没了吗 太阳那边月亮又出来了 啊 你真有词 我告诉你 连这个底下都不算 八百六十五个不算 我那个屁什么都算 哎 是不是 我非被你气死心脏病不肯 我不管 嗯 反正这批你没答上来 哼 哎呀 好了 好了 刚才说认输他不肯 现在呢 我认输好了 被你绕的 什么叫被我绕 说了说了说了 这题算我答不上来 不过该我出题了 你看急着出题吧 嗯 你随便出 我不怕 来 你听清楚了啊 说吧 哎呀 刚才他那个题目多啰嗦 我那题目非常简单 撒一声就完了 哈哈 哎呀 多简单呐 你出不出啊 出完了 什么叫出完了 你刚不是在交代事情吗 什么叫交代事情呐 啊 哎 我在那说题目 你不仔细听呐 不 你 你题目在哪啊 我没评见呐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吧 什么 吃啦 吃啦 哎 猜一个食物 吃的 吃啦 对啦 吃的 哎 哈哈 我吃过沙拉 哦 没吃过吃辣 哎 你到底猜 猜不上来啊 不 等 你等会儿吧 哎 怎么样 我是想不到 那 那你有答案吗 我当然有答案呐 说说看 什么答案 煎鸡蛋 哎 这吃啦怎么可是煎鸡蛋呐 哎呀 煎鸡蛋你看过没有 当然看过 啊 锅子里面那油一热了 嗯 鸡蛋拿过来 哼 吃啦 嘿 吃啦 哈哈哈哈哈哈 打不上来嘛 不不不不不 啊 你 你这种思维模式跟我是完全不一样啊 哎呀 你没本事 不是 啊 这种我是没本事 啊 有种你就再出一个 哦 再出一道题 我完全了解你的套路了 啊 我再出一道题你就能答上来了 没问题 听清楚了 说 吃啦 哎 又吃 哎 又吃 哎 不是 郭先生 你等会儿啊 你先别猜 我刚才那个吃啦呢 你都答不上来了 哦 我这一道吃啦呀 那没有博士学位都答不上来的 不 博士 哎 好歹嘛 你也是身为咱们台北渠团的团长 怎么啦 你千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咱们所有演员都指着你呢 不 你 你怎么这么讲 你 你这么讲 你叫我怎么猜呀 我劝你别猜了 他 太难了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别猜了 你说 什么答案 又煎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你这实在很过分啊 怎么了 你们家卖早点呢 怎么老煎蛋 什么叫卖早点呢 我头一个吃啦的答案是什么 煎鸡蛋呢 那第二个吃啦呢 又煎一个 那对了 你为什么不答啊 我为什么不答 不就你在旁边一直说你不让我答吗 哎呀 这证明你自己笨呐 老不答吗 好好好 哎 前面我都不管了 嗯 你有没有胆子再出一个 再出一个 你再出一个我一定答得上来 我这个如果还答不上来的话 那那怎么样 我不再请你吃宵夜 哦 哦 连明天早餐我都包了 那 早餐都包了 对了 你听清楚了啊 来 吃啦 煎鸡蛋 错了 什么 煎鸭蛋 打不上来啊 不行啊 我说你们乐什么 打不上来 你根本就乱搞嘛 你刚刚就吃啦 啊 一下煎鸡蛋 现在就变成煎鸭蛋了 那当然了 刚才呢 你跟我说 你的奖励是一顿宵夜 这会儿你都加码 还有外带早餐 我就赶快给你换一个大个的 鸭蛋 鸭蛋 不需要 我告诉你 刘元毕 你老在这儿吃啦吃啦 不但我受不了啊 观众都笑话你了 原来我们猜迷猜了半天 是搞这小小儿科的玩意儿 哎呀 郭先生你别生气了 嗯 刚才呢跟你开玩笑 那是开玩笑的 对了 你得有个像样的题目嘛 我还真有鸭箱底的题目 真有 哎 是个好题目 啊 我就不怕 是这个话 当然了 那好 你听清楚了 出 三头六耳八条队一直演 三 猜吧 你抽题目 你也不能这样 噜噜噜噜就带过去了嘛 啊 你得说慢点说清楚点 要不然我以为你说日本话 什么叫日本话 咱们相声演员 讲究就是嘴皮 哦 不 你说慢点 出题目有责任让大家听清楚 哎 好了 好 为了你着想啊 我就再说一遍 你说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演 猜一件事物 事物 哎 这不就猜上来了吗 哈哈哈 猜上来了 当然了 那你猜上什么了你就 有答案啊 真有答案 没问题 那答案是什么 这答案呢 啊 过年过节大家都看得到的 哦 舞狮子的 舞狮子啊 舞狮子看过没有 那当然看过了 摸过点一响 坑坑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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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对对 就那玩意 试试个味 就这个答案 嗯 这能说吗 非常合理 合理 当然了 三头 看过舞狮子的啊 看过 有个大狮子头 对 在那玩的 啊 里面有两个人躲在里面 哎 在那玩 啊 狮子一个头 两个人一人一个头 夹起来三个头 哈哈哈 是有三头啊 怎么样 另外呢 有三头 必有六耳 每个头得配两个耳朵嘛 对不对 哦 对对对对 那八条腿呢 狮子四条腿 两个人一人两条腿 夹起来八条腿啊 哈哈 在那凑腿呢 哎 那 一只眼呢 一只 啊 一只眼 哎 一只眼 那不可能啊 什么叫不可能啊 你有没能耐 答不答的上来啊 什么叫一只眼呢 就一只眼 哎 嗯 小子 怎么样 会不会学艺不精啊 题目都出错了 哎呀 你这人说话真是 别的题目我可能出错 这道题我出了六百多遍了 我就靠这道题应别人的 哦 是 是啊 哎 一只眼 就一只眼 那那一只眼那耍不起来啊 这是 哎呀 你那答案错的嘛 不 不是这答案 当然不是啊 那你找粉 啊 你说这答案不对 你得有合理的答案啊 不当然有答案了 说说看什么 老太太坐马车 老 怎么会老太太坐马车呢 哎 我问你 啊 三头 三头是不是啊 马一个头老太太一个头 赶车的车夫他一个头 哦 三头 那六耳呢 马两耳朵老太太两耳朵 赶车的车夫两耳朵 六耳 哦 八条腿 马四条腿老太太两条腿 赶车的车夫两条腿 夹起来八条腿 那一只眼呢 哎呀我赢他就赢他在那一只眼上头 说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目失明 赶车的车夫他一只眼 他吃一只 好 好 可以 好 好